OK,所以我们刚刚用这个调侃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给大家讲了我们的贯词用法,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第二次,我再重复一下,你没有听错,这是我们再次给大家讲的语法,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都听过一遍了,我们说语法,还包括我们的英语语言知识,一定是不停的重复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语法,依旧还是article贯词,所以今天我们要大家开动脑筋了,因为土帅前面讲过了,所以大家来回忆一下,我们上上上上上次讲贯词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我们把贯词分类,分了几种,来,尽快的回答,5,4,3,2,1,请问贯词我们当然讲几类了,几类,五类啊,哇塞,太狠了,两类啊,太少了吧,你取个折衷多好啊,三类,好,我们这个表格当中其实中原讲了三类,那么这里先讲两类,一个是of and,一个是the,我记得当时我讲的时候,我说of and呢,他们长得很像,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了一起,我们把它们放在一类,那么the呢,单拎出来放了一类,我们当时也讲过它的来源,那么a和an的词来源于什么呢? 非常简单,你比如说a book,a shop,a boy,a teacher,那么它都表示,一个老师,一个男生,一个男人,然后一个te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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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所以你发现读来读去,这个a和an在剧中貌似,就充当了谁的意思啊? 一的意思嘛,所以它来源就是one的意思吧,那么再往下,那么如果有了one之后,那么它的中文意思也很简单,就表示一个的意思, 那么再往下,the这个词跟它不一样的是,the这个词就不一样,比如说同样是,我看到一小孩, I saw a child,这小孩穿了一件红衣服,那这时候不能说,I saw a child,a child,where,就变成了the child吧,所以第二个表是,the的用法出现,你表是,哎,把那个红杆拿来,the red one,对对,就那红的,哎,你看你发现了,就那红的,所以我们当时讲,the这个词,它来源来自于什么,这个那个,这些那些, 所以在er和an当中,以及the的变化当中,er和an的意思表达一个,而是表示特定这个呀,或者那个,这一撮,或者那一撮,那么所以我们在中文意思上就很好区分了,因为er和an的意思,所以我们把它翻成一个,而the is就可以翻成这个,那个,这些,和那些的意思,很多很多种, 他们的名称,我记得当时我给大家举过例子,如果我跟你说话,你比如说,你的笔袋里有n多支笔,那楚帅想跟你借支笔,我也不知道想,随便哪个人就说,我就说,Hey, give me a pen,你也不会思考,就直接拿出这笔给我了吧,give me a pen,你可能会给我拿红色的,拿蓝色的,拿黑色的,拿黄色都可以,whatever,但是如果说,Hey, please give me the red one,哎,你好,我能用你那红笔吗,哎,对,就那红笔,哎,这时候,你不懂, 你不会给我拿黑笔,一定给我拿红笔,因为我都已经指定了吧,对不对,那么,所以,我第一次跟你说,给我拿纸笔的时候,我没有指定,你随便哪里有都可以,而第二次,我说,我叫那个红色的时候,我指定了,所以我们给这个er和an,和the,在起名称的时候,我们把er和an这个叫做什么样,不定管词,而the呢,是我都指定了,所以它被称为了定管词,他们的名字是这么而来的,所以我们第一次接触管词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er和an被称之了不定管词,那么把the叫做定管词, 所谓定管词就是画了个圈圈,哎,足走起来,画了个圈圈,我就是定管词,我只要这个,不要别人,别拿别人,我就要红的,对不对,指定起来,那么他们用法非常简单,我们都说了,你能数一个两个三个词呢,一定能数可受名词了,所以当时我问大家,大家很多同学都说,因为后来是可受名词,所以,对,老师我知道,不定管词后面是可受名词,我当时就反驳你们了,你们说的是什么,能不能说a book,能不能说a student,不行,对不对,所以说话要说清楚, 这个er和an确实可以修饰可受名词,但他的用法只能是什么呀,可受名词,单数,而the这个词就比较广泛了,你可以说the word,the book,the student,什么单的,负的,不可数的,通通都可以,所以定管词用法非常广泛,任何名词,只要是名词就可以,他什么都可以跟,那么所以我们看一下例子,你比如说, I have an apple,I have a dog,这就可以,你不能说I have an apple,就错了,而the的话就是可以说the man,the water,the book,the book,whatever,都可以,好,那第一点,我们给大家讲的分类就这么多,在贯词当中,普遍希望大家掌握就是o和an和the的,他们这个最最根本的用法区别,就是o和an,他们重点是根,可受名词单数的,他们被称之为不定贯词, 而the这个词,什么都可以,他就记住了,一定是表示被指定了的部分,那么我们在用法当中就会说,I saw a boy,the boy is tall,我看到一个男孩,这男孩特别的高,你发现,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是a boy,而第二次就要说the boy,这是我们当时给大家讲的这个叫做二次提到原则,就是当你在说一事的时候,你第一次你要使用butting管词,因为你没指定,但第二次你又说他了,都画圈了吗,就把他指定了, 所以第二次提到一定要说the,这是我们说的,通常讲,第一次提及某物呀,或者某人的时候,咱们用ofan,butting管词,而第二次你又提到人家,你都第二次说人家了,你还不用the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这个二次提到原则,这是关于不定管词和定管词这个原则问题,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为什么有三类呢,因为在除了定管词和不定管词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是零管词,那么零管词呢,通常我们就不怎么表达, 考试它,因为这个小鞋杠出来,所以考试的时候,abcd四个答案就是a,n,然后the,o,z,鞋杠,那么这个鞋杠就表示什么都不甜的意思,那么因为它什么都不甜,你不能忽略人家了,所以我们在语法当中会把贯词分成三类,就是定管词,不定管词,和零管词分成三类,好吧,那么所以我们看这个小问题, there is a house in a forest,house made of wood,森林里有一座房子,这座房子是木房子,哎,你看我说的,我们中文也这么说话吧,我们不会说森林里有座房子,一座房子是木做的,一座房子漂亮,你说的是森林里有n座房子,对不对,如果你就说一个的话,请你加上这个,对不对,那所以答案很简单,there is a house,the house is made of wood, 所以非常简单,我们在使用这些词的时候,就是用中文代入法就可以了,就是你中文怎么说,英文也怎么说,对不对,你看,我们都会说吧,我看到一小孩,这小孩,那肯定是I saw a boy,the boy,森林里有个房子,这房怎么样,所以there is a house,the house,所以我们用把中文代进去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好,那就是我们讲了所有的一个重通概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次给大家复习,我们第一次先讲的不定管词用法,我们当然讲过,不定管词里面有n,有两种,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用a,什么时候an,我当时大家讲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看那什么呀,他们的基本用法当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apple,big apple,woman,english woman,怎么用来着,我们都知道apple这个词天天是an apple,而big apple就变成了a big apple,woman呢,变成a woman,english woman就变成了an English woman,所以说我们这个a和an的选择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随天气呀,不是随心情,也不是随什么什么变化,而是看她, a那个什么呀,这个单词首字母的发音来决定的,那所以我们才总结出说,如果选择a来用的话,那么首先它得满足首字母的发音是辅音因素,如果你是an的话,首字母发音是原因因素,这个一定要再次切记,因为这是我们第二次给大家讲这个贯词了,那么这个贯词的用法在北京地区,因为比较了解北京地区小生书,想出考词是b考的,就是这个贯词呀,每年都考, 因为为什么考呢,因为贯词是很多学生长得最不牢固的,因为很多学生在学习音标的时候呢,他只是把音标当作,因为很多学生学自然拼音,那个自然拼音齐久的时候,太过于,怎么讲,低零化,然后他可能就教你一些字母组合规律,但是我说白了就是那个,自然拼音的字母组合规律,教你一遍,你敢不记不住,因为我们应该让大家学音标,学的什么,就音标当中可以原因因素的发音有哪些,然后辅音是哪些,就是你可以不用背出来,但是你读a,就知道这是一个原因, 原因素,a,a,原因素,pa,一定是辅音素,就是你学音标的目的,真心不是说把它学会之后去背单词,目的是能够知道哪些是原音家族,哪些是辅音家族,这是你学这些音标,或者发音的目的是原因,所以你看,如果你音标,只是说我学音标,我妈是为了一个背单词的,真心,背单词不是靠音标的亲,背单词靠大脑,和说的,和嘴巴的, 你光被音标把单字背住 怎么可能 对不对 它只是辅助记单词 但它不是被单词的主要的工具 所以我们学音标 一定要记住 它的另外一个最大的功能在哪里 第一是纠正你的口型 第二就是我们在使用语法的时候 你在平时说话的时候 你会知道T-shirt前面是说A T-shirt Apple前面你会说An Apple 因为你在发音的时候 你就知道发的是个原因素了 不然你学了半天音标 都不知道什么的原因 什么的辅音 对不对 好你看一下 所以我们记得 第一个用法就这样子 你看 所以我们语法当中 突然问到你音标 你就不知道了 所以大家已经把音标再恶补一下 你这回学音标 一定要留个心眼了 你得知道哪些是辅音的因素 哪些是原因因素了 好 那我们给大家再次复习 我们刚刚讲的特殊用法 我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小字母You 小字母You被很多中国老师叫做什么呀 原因字母 记住了 原因字母 并不一定发原因因素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给大家总结当中 比如说You should they 我们刚刚那里面说 那个作者 喜欢在那个威尔河旁边坐着吧 As usual 那么usual 你自己发一下 如果你发现你的音标 你想检测你音标到底学没学对的话 你就发个单词 你能不能起呼住这个单词发的什么音来 usual usual 你看这个an发的是一个三角音 所以an这个词是原因因素 所以它就变成了an on you 所以你看到了吗 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够达到这种目的就是 你读完一个单词能体会出的发音的不同 都是you 在这儿读的是you 在这儿读的是a 所以这就是区别 读者有很多 我们上去给大家补充过 比如说有university university 比如说ufo 风云飞行物 还有我们说的这个unusual 有用的 还有一个词 变音了 umbreller 你看 就不是umbreller吧 umbreller umbreller 所以像这些词汇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ufo auso a useful 比如说a useful language 一个有用的语言 a useful language 然后这一面 umbreller 变成了an umbrella 看清楚了 umbreller 所以说大家在平时当中 要多去积累这些单词的发音 因为我们这里讲语法呀 真心就只能讲一些 常见 常口的例子 不能讲出所有的 太多单词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我们不能e 给大家列举了 所以大家就看老师给大家补充的 还有平时靠自己去积累就可以了 好吧 这是小字母you的用法 那从用法二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小字母e 那么European这单词 跟English很像 那学书就会对号入座了 因为English 所以European 错了 我不说了吗 同样是同样一个字母 发音一定会所不同 所以这里面European 它发的是y 也是发的y 所以是a European 算一下这个one这个词 有天看到这个o之后就说了 老师讲了 有五个原音字母 a e i o u 它们是原音字母 所以它们都发原音 这可是不对的 你比如这个词one这个词 算是原音字母o 但这里发的不是什么 发的是what 所以这里面是a one eye cow a one eye 所以记住了 不要看到这个字母之后 就给它断定下定义 好第三个小词 就这个词我们前面也讲过 因为这些词是考量当中 经常算的高频考点 所谓才会列到这里当小例子 这单词读音怎么读呀 到现在各种读成how 我都纳了闷了 包括就好多 我最近在上面书班 很多孩子跟我在发音的时候 特别可怕 比如说读那个一百的词 几乎班里面百分之百的学生 都酷醉的 后来又问我说谁教你呢 我们老师就这么发的 这个很可怕 因为这个 这个词 好多发音都不是这么发 比如这个词 真的不是how 这个词不是how 它是一个大口语 ow ow 这个音 讲这个样子 你在音标当中应该见过这词吧 所以这个词的音标 hour 那么它 这个首字母是h 但是h没发音 所以我们就退其位 跑到第二里面了 我们看oh去了 oh在这里发的不是oh 而是什么呀 ow 所以这个词读的是hour 那么因此这个hour也好 honest也好 他们首字母h 没有发音 所以看的是oh 所以这两个词都是an 因为这里面发的是al 这里面发的是oh 所以这是 一个是hour 一个是honest 诸如此类的 还有比如说 我们以后如果以后 碰到了house 碰到了horse 怎么办呢 人家发音了 人家h是发音的 所以都是ahouse和ahorse 看清楚了 人家到底发没发音 好吧 并不是所有的h都不发音 所以大家要记清楚了 好 通语法四 there is f in the word fan 我们这次给大家讲过的小例 就是在从初里面 特别喜欢考量的题 就是说 在某某单词里面 有一个字母f 请问这个一个f怎么说 是of还是nf 请现在给我背出 我在前面讲的口诀 我看谁还记得 你们不是嫌烦吗 说讲了一遍又讲 我会讲三字变的 贯词大概会重复三字变的 好 一个字母f怎么说 你看都不记得了 好 我们大概的普通小口诀 在小龙珠考试里面 经常会出的一些小字母 这里面应该是 发的是原因 所以是nf 所以我们给你说 有些单个字母 它发的也是原因因素 比如说f就是发的是 f 所以它发的是原因因素 那么我们给大家总结了 哪些字母也发原因因素呢 口语就是 爸爸和妈妈 能送来信人 那么这里面就是 father和mother 我们当时讲的是 father和mother 我直接打破了 father和mother 能送来信人 所以我们引出的小字母有 字母s 字母m 然后字母能 l sorry n 能送来的 送s 来l 然后信人x 然后人r 所以这些单个字母出现的时候 前面都用n 记得啊 来 我们用英文句下 father和mother 能送来信人 好吧 这是我们对于不定贯词的规定 好 说了这么多之后呢 我们不定贯词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the的用法 就是定贯词 那么我们前面一打补充过 定贯词用法 比如说什么sand and moon and earth 不用想 都甜的词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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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当然讲过 读一无二的事物 我们要选择the 大家记一下 读一无二的事物 老师老师我可不可以 你也读一无二 你比如这样初老师了 嗨 我看初老师了 嗨 the this is true 不怎么说 初来一 初来初帅 the初帅 偏僻加得 所以说我们当然讲过 并不是所有读一无二都不加得 所以我们这里先讲的是 大部分情况下 读一无二是无二 加得 好第二个 I have a bag bag is very big 我们叫做什么呀 第二得 就是再次提到的时候 我们用读的 Look at the old man He is very He is my grandpa 看 那位老人家 他是我的爷爷的嘛 也是 Look at the old man 双方都知道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就是 你看到吗 那是我爷爷 双方都知道 也加得 in his 这是东西啊 什么什么 左右 这是我们说的 方向 方位词 He is the quickest in our class 它是我们最快的 那么就我们说 最高级 Piano Valine 二胡 那么我们一般情况下 都加的二胡不加 所以我们说 香烈器 而中国烈器不加 He was first FIRST 我们说叫叙述词吧 Brown Soyers 布朗家和索耶家 我们都加的指责 表示的是姓氏 前面要加S Rich have a lot of money 有钱人 The rich 形容词表示一类人的 我们要加 这是特殊用法 Yellow River Pacific Ocean Mount Everest West Lake Yellow River 黄河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Mount Everest 猪木 拉瓦松 West Lake 西湖 这些都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地点 所以山和湖海 也都要加这个the 对用法 Morning Afternoon 在早晨 在下午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我们都是固定用法 习惯用法 White House Summer Palace 我们刚刚前面做过了白宫呀 Summer Palace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园园类子 那么这都是专业地名 特殊建筑 所以我们也是要加the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补充一下 关于the的用法 我们当时有个小口诀送给大家 叫做足旧双方 吉悦序 然后性行山河 冠建筑 这个小口诀送给大家 这口诀的目的 也是帮大家能快速记住 哪些情况下要省得 什么意思 怎么开分一下 独表示独一无二 旧呢 就表示二次提到 双呢 表示双方都知道 哎 那电影不错是吧 哎 the film 双方都知道是 要加the 方 这是方位里斯 东西南北左右啊 吉 最高吉 这里不是乐 是乐 乐器专门指西洋夜去 序呢 就是叙述词了 所以独就双方 吉夜序 独一无二的 啊 双方都知道的 方位词 最高吉 西洋夜去 还有就是叙述词 记住啊 而性行山河 关键度的意思表示 性是前面 比如布朗迦 人的browns 行就是形容词 比如说 the old 老年人们 the young 年轻人们 the rich 有钱人们 the poor 穷人们 哎 行形容词 山河不说了吧 山河忽留 好吧 惯习惯用法 在早晨 我们通常说 in the morning 在晚上 in the evening 修行用法 建筑 现在我也不说 是建筑 所以这个口诀 独就双方 吉月序 性行山河 惯党团 这是我们把 这两个口诀记录之后 就是对于定管词 所有的解释 那么 不定管词 定管词之后呢 最后就是我们的 零管词 那么零管词用法 就是我刚在前面讲过的 零 一二 三四 七 五秒钟 反映一下 你还记得吗 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五 四 三 二 二 一 好了 零代表远远的什么 球类 所以什么球啊 各种题都说什么 play chess play football play basketball 不讲任何观词 十二代表是一年的 十二个月 所以说 在一月份 二月份 三月份 都是in January in February in March in April in May 什么都不讲 三代表的是 我们说的 一天的三餐饭 比如说 at breakfast at lunch have breakfast 都不是have the breakfast 什么都不讲 四代表是一年 四季 in spring in summer in autumn in winter 什么都不讲 七代表是一周 七天 on Monday on Tuesday on Wednesday on Thursday on Friday on Saturday on Sunday blablabla 还有ax 就是我们的汉语评 学科的学历 就代表各种什么数学呀语文 比如说 I learn Chinese I learn English 绝对不说 I learn the Chinese and the English 不说 什么都不讲 零碗词非常简单 你把这几个字就开了 好吧 那这是我们所有的关于贯词的给大家复习 就这么多了 我们来做下联系吧 I'm having 我刚刚讲完了 I'm having breakfast in spring I can fly cars 我们刚讲到的什么来着 就这个一年四季吧 in summer I go swimming river 夏天我去黄河游泳 in summer 不加 那么in river呢 这个等一下吧 我们说的一般有词嘛 in the yellow river in summer I go swimming in the yellow river in winter I make snowman 冬天的时候呢 什么都不加 我追选 I make a snowman 就可以了 追个选 make snowman make snowman make snowman 好了 那我们语法就讲这么多 我们今天呢 试给大家再次二次复习惯词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篇略章文章 Lesson 29 Taxi 出租车的故事 好我们看一下 今天出租车当中 大家找到单词有哪些 这个单词 大街小巷 天天见这个词 你要再不会 我真就无语了 来读一下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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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词是英国的四大部分之一 Well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是Well W-A-L-S-E Well 我们知道英国呢是有 England Scotland North Airline 还有Well 四个部分组成 英格兰 苏格兰 北二兰和威尔市地区 四个部分组成的 但是因为主流上面 英格兰人认为他们是本土的英国人 而且现在威尔市正在闹分裂 北二兰也想分出去 所以说这英国呀 它是个大的殖民国家 所以说很多都拿着英国护照 但都想自己补运出来 好吧 这个是我们讲的Well 这个地方 威尔市 Northand Roof Roof means top of the building 就是房顶顶部的Roof 房顶 Roof Northand Block Block这词是国外非常选用 我们中国人员说 表示某某小区 那么他们员说 这个Block 那个Block 这个地区 那个地区 表示大楼的 High地区 Block Land这个词 它的名词是土地里 大地里 那么这里变成什么样 着陆地 Sland 动词形式了 好 Flat这个词是英国人叫啥 英国人把咱们中国那种 楼房叫做Flat 美国人叫做Apartment 大家听一下 Apartment 就是关于住宿的问题 Apartment 然后耕地的词 Plow O-U-G-H Plow 好 再讲一下 废弃的 这个词可不是Desert 不是沙漠啊 因为它是个动词 叫做Dessert 中音在这里也读一下 Dessert 手势上来啊 Dessert Dessert 好 这个词是Lonely Lonely是表示非常非常 偏僻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 都是一个地点 比如说Lonely Village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Lonely Village 好 我们再读一下 Taxi Taxi Welsh Welsh It's from Wales Roof Roof Block Block Land Land Flat Flat Or Apartment In America 美国人叫做Apartment 中国人叫做什么呀 公寓楼 Plow Plow Dessert Dessert Lon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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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let's see taxi 我们看看今天 的 taxi是什么意思 来 Captain Ben Fawcett has bought an unusual taxi and has begun a new service The taxi is a small Swiss airplane called A Pilatus Border This wonderful plane can land can carry 7 passengers The most surprising thing about it however is that it can land anywhere On snow Water Or even On a plowed field 那么这里讲的 Taxi 其实并不是真正遇上的 Car吧 是一个什么呀 一个 Small Swiss Aeroplane 原来是一个小飞机 所以说这个 Captain Ben Fawcett 他呢 有一个特别不同寻常的Taxi 所以这个文章里面就是 在给你 在转换概念 这里这个 所以用了一个 Anon Usual Taxi 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布林冠三 它呢 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寻常的出租车 这个出租车呢 就是一个小飞机 它就开始自己的 New Service 开始自己的新的一些买卖 拿这个做生意 什么生意呢 这个飞机啊 它可以承纳大概七个城 Carry Carry 表示 Ronatis Can carry 7 Passengers 然后它最最不同寻常 Surprising 是什么呀 它可以在任何地方 降落 你比如咱们要坐飞机 去玩的话 只能在机场降落吧 人家这个买卖 为什么能赚大钱 是因为人家这个 可以在任何地方 比如Snow 在雪地上 Water 水上面都可以 或者 Even a plow field 在耕地上都能降落 因为我们说那个 小飞机比较那什么嘛 对吧 那么最后就是 Capitan Fox's first passenger was 那么他的第一个客人谁呢 A doctor 是一个医生 Who flew from Birmingham to a lonely village 他要从波兵汉呢 飞到一个小村 小山村去 是一个小医生 那么 Since then 从那时开始呢 Capitan Fox has flown passengers to many unusual places 所以说 其实他本来没有想要做的买卖 就因为 他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医生 想要做波兵汉 去一个小村庄 有人看病 所以从那开始 我觉得我可以用我这飞机 当一个出租车啊 从那开始 他才开始这个新的业务 has flown passengers to many unusual places once he landed on the roof of the block 他曾经还到一个大楼顶上降落过 and on another occasion 还有在另外一个时候呢 he landed in a deserted car park 还曾经在一个荒废的一个 停车场那儿停过 好吧 所以这个小文章 taxi 就这么多 我们大家掌握就是一些 四年份的词 比如说fly from to 从哪儿到哪儿 还有就是since then 从哪儿开始 还有on another occasion 在另外情况下 那我们的略奖课文 楚帅会在复赠奖里面 会再次给大家进行 大家不要担心说 楚帅你看 你这次里面讲两个文章 那个没有lit 我会在复赠奖 以免费深刻的方式 再给大家录出来 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哦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 就先到此结束了 OK 继续我们完成我们的作业 和课后练习哦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